这个结核病,这个是他们的医生,刚刚前面也有他们医生的照片,那这一位医生呢,用在这一个结核病的病患,那根据他们的估算,这个病患大概只能再活三天左右了, 3 days to live,3 days to live,当然他给他用的传输因子的量相当的大,那结果呢,三天后,他起来行走了,他起床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刚刚前面一场的演讲也有提到,不是说什么东西那么神奇,乃是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一确非常神奇, 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启动它,我们只要正确的启动了我们的自愈能力,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相信,董医师,您医术这么高明,找您的几乎都是疑难杂症,那您也非常需要借重,启动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对不对,我们有这个老前辈为我们印证,所以传输因子,他不是说, 这个变魔术,他只是因为是我们免疫系统的矫正者,所以他可以起这些作用,这一个是全身性红斑狼疮,董医师也是红斑狼疮的权威,那这一个病患呢,他也是用了很大的量,他五天的时间,就有明显的临床进步,明显的临床进步, 这一个是阻塞性肺炎,多半由于吸烟引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提醒大家不要吸烟,伤害真的很大,那当然这个老先生,这样的情况,的确很让人担心,因为你看,当时他们的诊断,大概也只能再活几天了, 这个 patient had a few days to leave,但是呢,他也是才三天的时间,他就起床了,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要还能够正常,不是正常,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要还能工作, 我常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因为大家都在学校上过课都知道,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考试被当掉,对不对,学生最不喜欢考试被当掉,但偏偏每次考试的时候,又都不一定那么幸运能够考得很好, 那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老师加分,考完了以后,老师说加分,哇,全班好高兴,而且加越多越好,对不对,那像这样的一个免疫辅助的东西,就像替我们的健康加分,加多少呢,比如刚刚我们讲,提升自然杀手细胞活性到百分之四百多, 我们就说,我们就说加了四倍嘛,对不对,百分之四百多,四倍,那我就常讲,如果说我们的考试,考得很烂,只考了二十分,结果一加加了四倍,变多了,变八十分,还不错耶,对不对,那如果说当时二十分,十五分没差多少,但是二十分一加四倍是八十分,如果十五分的话, 一加四倍才六十分,勉强,一公非过,但如果再低个三分会怎么样,若是十二分呢,黄博士,如果只考了十二分,加分加四倍会变什么,四十八分,连补考都还不够,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人做同样的方法来处理,有的人改善得非常明显,而有的人呢,这个就看不出什么,会感觉这样,但其实就看他原来的状态, 这个台湾有一位艺人,我先不提他名字,各位可能都知道,今年年初,说他怕要不行了,这个,来找我,说他们的家属,只希望他活过农历年,一月底的时候,活过农历年,那也不过再过十天而已嘛, 就是说,他家属希望他能够脱过农历年,那结果,这一位艺人呢,当天我去看他的时候,因为我没提名字,所以我可以讲出他的那个,实际的状态, 他的白血球,白血球术,吴医师,白血球术,What was your count,正常来说是四千到一万嘛,对不对, 那三千以下就不大敢做化疗了,当天,回去他们检查报告,才回来,说白血球术是一百四,那是非常危险的, 然后他当场,当天,他的朋友就给他用传输因子来补充,第二天他就坚持要离开医院, 第三天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明显改善, 第五天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说,诸多士,我们等等在讲话,我在开车,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这种改变是非常戏剧化的, 当然这一位现在还在,我就先不提名字了, 那这个是血小板净乎零,这个血小板数几乎是零,结果才两天的时间,他就恢复正常,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机能是很神奇的,因为讲到血小板,我就想到这个, 苏教授,或叫做苏正常教授,专门搞血小板,所以我也就是因为血小板跟他结缘, 那在这一个小朋友身上,你可以看到血小板的改善也是非常的神奇, 那这是在俄国的一位,在相当于像美国FDA的director的一样的角色, 他是在俄国非常有分量,他发表的这个科学论文有超过四百篇, 他们的这个联邦法规有四十条,是他这个推过的, 那他就讲传输因子呢,是在这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而且现在还在起步中,所以我们可以抱着非常大的期望来等待, 这个是一个癌症医生在美国,他已经几十年是癌症医生, 很不幸的是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他自己得了癌症, 最后他才讲出来,他父母死于癌症,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得癌症, 所以他是一个癌症世家,他们家没有人活过六十五岁, 但现在这个癌症医生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说他大概是全美国第一个用传输因子来帮助他自己, 所以他现在让他所有的病人都要用传输因子来做辅助, 这是一个小儿科医生, 他的回溯研究也很有意义, 你看他有八个月到九岁的儿童, 总共有八十七个儿童, 他去做回溯研究, 看他们的病例统计, 结果发现什么, 这些儿童用了传输因子, 结果他生病的几率, 就是report illness, 减少了74%, 也就是说这些儿童用传输因子之后, 本来一年病四次的, 现在只病一次, 罗医师的夫人恐怕数字也差不多, 本来一年病四次的, 现在病一次, 而且使用抗生素的几率, 下降了84%,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小孩子是这样, 大人当然也会很好, 那这个WC他是用了, 做在二十个癌症末期的病人, 这些癌症呢, 有十二个男性, 八个女性, 都是癌症第四期, 平均寿命只剩三点七个月, 也就是说到三点七个月, 应该要走一半, 到六个月, 大概大部分都走了, 结果他们用传输因子辅助之后, 发现六个月后, 二十个病人不但有十六位存活, 而且他们的健康指标都进步了, 所以在2011年开始, 2011, 1213, 连续这三年呢, 在美国这个PDR, Decision Stance Reference里, 就对传输因子有了非常仔细的介绍, 如果还没看过这一张的, 待会会后来跟我拿, 他这里面, 不但介绍传输因子的原理基转, 同时还摆了六个临床实验, 刚刚有讲到自然插手细胞活性的研究, 对于免疫平衡的研究, 对于黏膜上的免疫球蛋白A的研究, 你知道, 我们中国人讲病从口入, 其实疾病90%都是从黏膜侵入的感染, 所以他们也做了这些研究等等, 还有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是看老化方面的研究, 黄博士会对这个做仔细的介绍, 因为黄博士, 他的博士是维生物免疫学, 阳密大学, 他的硕士是遗传学, 所以他对于这个基因啊什么那他的专项, 他待会会仔细讲这个抗老化, 那只是我先透露一下, 他这个抗老化的实验, 跟在这个PDR里头的, 2004年来也刚出了, 我这两天上网一查, 在美国刚出了, 他的内容是一样, 就是他们做了11位55到73岁的, 用Tia生理年龄测试法来测, 使用传输因子之前跟之后的比较, 结果呢六个礼拜的时间, 一个半月的时间, 使用前先测生理年龄, 所谓生理年龄就是, 比如说听力啦, 毅力啦, 平衡感啦, 肺活量啦, 体质啦, 等等等等, 这些生理机能来评估一个生理年龄, 使用之前评估, 比如说60岁, 一个半月之后, 再来测, 应该变60岁, 加一个半月, 对不对, 那如果说, 这老了三个礼拜, 意思是什么, 老化速度减半,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六个礼拜之后, 回来一测, 还是60岁, 那表示没有变老耶, 六个礼拜不变老好不好, 这样子调查一下, 在座的女士们, 如果说, 能够六个礼拜, 之前跟之后测, 我们的生理年龄维持一样, 好不好, 觉得好的举手, 有人觉得不好, 还不满足他,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还有更好的消息, 结果呢, 这个实验做出来, 是六个礼拜之后, 从负四岁, 变成负八岁, 意思是六个礼拜里, 平均不但没有变老, 而且年轻了四岁, 怎么样, 这下各位该满意了吧, 再不满意, 我也没办法了, 当然还可以, 待会黄博士会介绍, 在另外一次实验的时候, 数据就更惊人, 我先不透露, 赶快跳过去, 安全性, 安全性呢, 很特别, 他们原先在动物身上, 做发觉, 哇, 非常安全,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结果后来他们从实际的数字看, 从1949年到现在, 就算长期使用十年, 也没有任何过敏, 或造成任何副作用, 这不是我们随便讲, 这个是美国的PDR, Physicians' Deaths Reference里, 讲的东西, 我今天所有讲的东西, 通通有根有据, 那这个如果不太确定, 我待会提供白纸黑字给各位, 那这本书呢, 也就是摆在桌子前面的, 原来的原文的书, 他是Dr.Aaron White, 这个写的书, 那诚心出版的, 台湾出版, 今天我们也有诚心出版的, 吴小姐在这里, 那如果你们想要买到更便宜的, 待会会后对它好一点, 没有用着, 那我们现在这个新书翻译出来了, 这个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件事, 因为这样的一本书, 开始有中文的出来, 它三百多页, 然后全部是文字, 全部是文字, 但是各位不用担心, 不会让您觉得枯燥, 这前面呢, 还有十一篇的序, 如果各位不知从何看起的话, 可以先从这十一篇的序先开始看, 然后这本书, 你从侧面看, 它会有两个颜色, 前半后半颜色不一样, 我告诉各位, 后半的那里, 列了一百四十九篇, 几十年来的一些研究论文摘要, 而且它也有把它归类, 什么样的疾病, 你可以去看哪一篇, 那然后, 好, 我们的结论, 听起来好像很神奇,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传书因子不是万能, 传书因子不是万能, 不要迷信, 传书因子不是万能, 但是, 没有传书因子, 万万不能, 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去了解一下, 谢谢各位今天的光临, 谢谢。